这是西方工商业文明得以构建的思想技史 这是我们平常谈及就觉得高深莫测的学问 西方哲学一种我们少有触及的思维方式 一门天天笼罩我们 我们却咸有研究的学问 它是怎么发生的 它是怎么发展的 它有什么基本特征 它与整个科学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说伟大的科学家都应该是哲学家 那些标平实测的哲学家们 各自构筑了怎样的思想殿堂 他们又在因为什么而喋喋不休的争吵 它在人类文明进程中 过去 现在及未来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或许您听过实学家们对哲学的解读 听过文学家们对哲学的解读 听过语言学家们对哲学的解读 甚至听过哲学研究家们对哲学的解读 而这一次冬月先生 以一个完整而全新的哲学逻辑体系为基底 以逻辑反思维根本方式 带领我们探究西方哲学的基石 我们今天讲西方哲学最基础的层面 就是要让大家了解 西方哲学它的思路是怎样导出的 它的思维基础是什么 它的思维通道怎样得到拓展 它的思维效果是什么 或者我用一句话简单总结 就是你要找见哲学感 也就是如果你听这节课 听完以后 你对西方哲学基本有了一种感觉 你对西方哲学展开思维的模型 有了一种基本的认识 那这节课就算达到目的 有了这个基础 你至少将来能够翻开哲学书的时候 看懂哲学家讨论问题 他的出发点 他的运思方式 和他得出结论的那个思维方式 所以我们今天我再强调 只是西方哲学极出纵数 我说中国文化早已衰落 那么它还有什么价值呢 它是人类未来 再造下一期文明 和下一期文化的重要参考系 比如我上一次讲老子 讲老子的道论 讲老子的德论 讲老子的保守论 它是人类未来建构 新型思想的一个基础 或者一个侧面 那么我又讲 我说西方文化 绝不代表未来 因为它今天 已经给人类带来强害 因此人类面临重大的 下一期文化转型 但人类的下一期文化转型 一定是在当今主流文化 也就是哲科思维 哲学和科学思维 这个工商业文明文化基础上 发生的 因此西方文化尽管不代表未来 但它却是下一期文明和下一期文化 直接延续的端口 因此深刻掌握西方文化 它的形成过程 及其当前状态 是你延展 后续思想系列的基础 这是我们今天 开这门课的关键 即便人类将要面临重大文化转型 西方哲学仍然是下一期文化 直接延续的端口 那么究竟什么是哲学 西方哲学 与中国的文化的接洽过程 是怎样的 我们日常提及的哲学 是真正的西方哲学吗 哲学家与哲学应用家的 根本区别是什么 下面先生对这些基础概念 逐一澄清 那么下面我先说一下哲学 哲学这个词大家很熟悉 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 我把它叫广义哲学 所谓广义哲学 用中国的原话讲 《易经》上有一段话 说行而上者未知道 行而下者未知弃 也就是只要达到 行而上的思维 就叫广义哲学 所谓行而下 就是你直观看到的事物 所谓行而上 就是超出直观的思维 我这样讲哲学 绝不是西方哲学 因为我们任何人 一旦展开自己的感官 你感官后面的意识 立即就会把你的感官素材 提升到一个你不自觉的 总结层面上 这个层面一定是行而上的 我举一个例子 你在世界上见过马吗 你永远见不到 你见到的一定是黄马 黑马 公马 母马 大马 小马 马是一个抽象 在世界上你是永远 见不到一匹马的 你见到的都是具象的马 而不是马的总和 但是你一旦运用视觉 你立即得出马的观念 这个观念就是 行而上的最初级的抽象 如果你把行而上 视为哲学 那么它只是人类表层意识的 无自觉生化 它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追究 因此 我要强调 我们今天所讲的哲学叫狭义哲学 而我们大家日常生活中 所讲的哲学这个词 通常是在广义上使用 一个人不用做任何学习 也不用做任何深思 你只要开口说话 你只要讨论的问题 超出直观层面 都可纳入 广义哲学的范畴 因此它距离真正的狭义哲学 甚远 那么所谓狭义哲学 仅见于古希腊 这句话什么意思 要知道人类人类远古时代 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英比总结 世界上原始时代至少有六百种以上的文明 在这六百多种乃至数千种文明中 产生狭义哲学者 仅见古希腊 其他所有地区 所有文化类型 均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狭义哲学系统 因此 我们今天所讲的哲学 绝非你日常生活中对哲学观念的那个印象 哲学是纯粹的物虚 因此我们对哲学的理解极等欲灵 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钱中书 他曾经在他的《围城》这本小说中 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中国只有哲学家学家 而从来没有哲学家 什么叫哲学家学家 就是研究某一个哲学家的学者 比如尼采专家 海德格尔专家 康德专家等等 这叫哲学家学家 真正的哲学家 是研究狭义哲学 通常人思维顾不到的那个深点上 所讨论的那门学问才叫哲学 这是大家一定要分清楚的 我说中国文化传统上不产生狭义哲学 也不具备基本的哲科思维 注意哲科思维这个词汉的含义 它的意思是哲学乃科学之母 也就是科学思维完全是哲学思维延展的产物 我说中国文化 它的基本思维叫技艺文化 技术和艺术文化 那么哲科思维是一脉独到的思维 那么因此 我们讲哲学 只讲西方哲学史 我们讲中国传统文化叫东方思想史 而不用哲学史 这个名称的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为什么我们对哲学极其缺乏了解 是因为我们近代以来引入西方文化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最早学习西方文化的运动 叫洋物运动 所谓洋物运动 就是诗仪之常 记忆之仪 就是学习西方悠长的技术 或者科学层面 然后希望制服西方 我们是从这个起点开始学习西方文化 可是科学只是西方哲学思脉的 后续延展应用之表层 这就导致我们学习西方从一开始 就只留于西方科学技术应用层面的皮毛层面上 这使得我们对西方哲学的深入探讨 始终缺乏一个系统训练过程 到上个世纪初夜 1916年新文化运动 胡适为中国引入西方哲学 胡适是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 他所引入的西方哲学是实用主义哲学 大家知道这一脉思路 跟中国自古学以致用的思想十分接近 而他距离西方真正的哲学深层 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 严重的误导了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深究 建国以后 我们接着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当作西方哲学来学习 我在这里因此有必要 首先说明一下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的关系 首先大家要注意 马克思本人 他的学术研究的核心不是哲学 尽管他说他的学术组成部分 有三个部分 其中有一个部分是西方哲学 马克思整个研究的中心叫政治经济学 也就是说都不是纯粹的经济学 是从经济学角度 研究社会政治结构的一门学问 用他的话讲 叫政治算术 马克思曾经专门研究 政治经济学第一鼻祖 佩蒂的学说 他说佩蒂开创了政治算术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 而我承认 在这个方面 马克思达到极大的高度 而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尤其是讨论货币和价值这个部分 其运私方式 文笔的出展程度 折私运用之巧妙 都令人惊叹 但马克思毕竟不是哲学家 要知道马克思避其一生 除了他的博士论文 研究古希腊哲学家 伊比纠路这一篇论文之外 我们几乎见不到 马克思有专门的哲学论文 他也没有任何一本哲学专注 马克思只是哲学的应用者 而不是哲学家 真正的哲学家 甚至真正的科学家 请注意把科学家和工程师分开 真正做基础科学的人 他们都只关心认识世界的问题 绝不关心改造世界的问题 因为人类的智能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 他即使把他的全部智力调动出来 绝不做任何精力分散 他只是想研究这个世界如何运行 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研究哲学和科学 也就是研究深刻学问的人 绝不关心实用问题的原因 所以请大家记住 真正的哲学家只关心认识世界 绝不关心改造世界的问题 那是其他人的事情 那么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 他说此前的哲学只关心认识世界 而他的哲学要改造世界 这说明什么 说明马克思是哲学运用者 是哲学界的工程师 而不是哲学家 所以如果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当做西方哲学来学习 我基本上可以肯定 你是哲学外行 而且大家还要注意 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近代没有追随西方哲学主流 和西方哲学基本问题纵深 什么意思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 叫辩证唯物主义 大家要知道 自底卡尔以后 除了洛克以外 基本上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唯物主义 因为这个时候 唯物主义者其实大多已陷入哲学外行 他们已经不知道 哲学家在这个阶段在研究什么问题了 而我在上一次老子课中简单提到 辩证法 辩证逻辑 辩证思维 它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低级阶段 即使你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你只翻中国先情古典文献 你的哲学观是什么 你一定是辩证唯物主义 中国传统思维 始终是唯物主义 眼见为实 学以致用 它是我们中国文化原本的思维基础 大家再想想 即使我们不学习西方哲学 即使我们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展开思维用的基本方法是什么 一定是辩证法 因为从《易经》开始 中国逻辑学的基本架构 就是辩证思维 换句话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不是给中国输入了新的哲学观念 而是把中国固有的哲学思脉 加以强化 仅此而已 我在上一次讲课的时候 我说中国早在数千年前 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 我说农业文明 一定建构的是非个人主义 也就是以社会群团为基础的社会构型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回顾 马克思主义学说 无论是社会主义 还是辩证唯物 思维方式 其实都是中国传统社会构型 和传统思想方法的加固 因此它是我们没有在真正意义上 突破我们原有的思想局限 它反而在更大程度上 它反而在更大程度上加固和遮蔽了我们对其他异类学术的理解 因此你把你脑子里原有的所谓哲学观念现腾空 我们从头开始理解西方狭义哲学 也就是从古希腊发端开始的那一脉思维方式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意义上建立最基础的哲学感 在狭义哲学的范畴 哲学家更关注的是认识世界 而不是关心改造世界 那么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我们学习和研究哲学 又应该秉承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且听先生继续开讲 由于哲学乃科学之母 大家知道新文化运动 当时中国新青年提出的口号是两个东西 德先生和赛先生 民主与科学 也就是说 从洋务运动 诗遗旨长记 到新文化运动 打出科学旗帜 我们中国人今天 已经全面在教育上科学化了 以至于我们今天的国策 都叫科学发展观 可我们不知道的是 科学的基础是哲学 它是哲学 斯脉的分科化大新西量延展模型 如果你不知道哲学是什么 你也就从根本上不能理解科学是什么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今天 全国陷入一种科学教的局面 也就是把科学变成了一门新的宗教 我把它叫科学教是一点都不为过分的 请大家想想 我们今天中国人对科学可以用信仰儿子来表达 也就是科学跟神一样 只要说这个东西是科学的 我们就不再追究 我们认为科学就是客观规律 就是真理 可什么叫客观规律 什么叫真理 什么叫感知 什么叫知识 所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探讨过 由于科学的底蕴 它的思脉运行不在科学应用层面上流淌 这就导致 如果你不对西方哲学思脉有深刻的钻研 你根本就不知道科学是什么 你甚至会对科学产生重大误解 这也就是为什么 建国以来 我们从小学中学大学 全部是按照科学思路学习 我们派出去的中学生 参加世界奥林匹克物理化学这些竞赛 常常拿头三名 可是我们在科学的创新和发明上 却贡献极小 原因是科学基层的死脉 我们缺乏理解 因此我们今天这节课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工商业文明基础思路的补课 我上次讲 我说工商业文明对应的基本文化和思维方式 叫哲科思维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科学化的原因 因为我们今天进入工商业文明 它是跟工商业文明对应的思想方式 但是你如果缺乏对它内在深层结构的了解 那么你也就不能真正的理解工商业文明基本思绪 及其这个思绪展现的效果 问题乃至发展前景 真正要把西方哲学这门课讲清楚 其实是有很高难度的 因为如果一门学问 你站在下面仰望它 这就像你站在山下看一座山 这座山你是永远看不清楚的 你要想理解和把握一门学问 你必须站在比它更高的高点上 俯视它 你才能看清这个事物的全貌 你高山仰指仰望这个东西 其实表达着你对它无法理解的尴尬 因此我们今天站在一个 要比西方传统哲学更高的高点上 俯瞰西方哲学 这个话题才能真正深入 哪怕我讲这个话题 也只是讲它的基础综术 你也必须具有这种俯视的眼光 本节课上 先生阐明了广义哲学与狭义哲学的区别 以及哲学家究竟在关心什么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如何 等一系列基本概念 接下来 先生将通过哲学在研究什么 它是如何对万物进行追问的 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更深入的阐述 由此逐步引发我们发现在日常思维中的重大遮蔽性 敬请期待